那最接近我们的时间的预计会是在 今天晚上我们的上午这段时间 所以从今天开始到今天上午这段时间 我们北部多北部的渠室会比较冷写 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渠室 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南角 今天还是因为过来这一刻觉得可以谢谢 今天是开学日 不过受到梅沙台风来捣乱 各位同学们出门记得要带上渔具 中央气象局指出 梅沙台风持续变强中 今早8点台风中心来到 鹅兰比东放约800公里海面上 预计今天下半天到周二上半天 是梅沙距离台湾最接近 也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同时今晚到明天白天 台风强度就会达到最巅峰 最快明天就可能升为强台 不过幸好台风最接近台湾时 还有400到500公里的距离 除非路径大幅往西偏移 不然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偏低 预估周三梅沙就会远离台湾 朝韩国方向前进 而今明两天的天气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水气增多 北台湾一整天都会有间歇性降雨 中央气象局在上午也针对 北极桃四线市发布大雨特报 估计这雨要下到明天的下半天 才会慢慢趋缓 至于中南部雨花冬 这是以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为主 不下雨时会比较闷热 到了周三随着梅沙台风逐渐远离 各地才会恢复成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未来的话 其实梅沙台风北上之后 风向会转变 像是到了周三的话 会以西南风为主 雨区的话会变成是在中南部地区 一整天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然后其他地区的话 主要是午后雷震雨 中四周五的话 因为整体上台湾是在一个第二代的环境中 所以这两天降雨的范围又比较广 西半部跟东北部 都是有局部的震雨或雷雨 也有提局部的较大雨 至于在日本南方海面上的热扰动 气象局预计周五周六会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不过目前因距离台湾较远 并无太大影响 都还要再持续观察